亮眼的黄色百万跑车被烧到面目全非 三分之二车体严重焦黑变形 消防队到场灭火时 跑车还不断冒出阵阵白烟 春节停车没注意到地上有居民拜神 还没烧完的斗香 结果百万跑车就这么被烧毁 所谓的斗香是由许多香捆绑而成 在大陆江苏一带春节习俗 会烧斗香祈求平安和招财 但过年期间斗香导致火烧车不是个案 大陆网友分享的影片显示 一名男子在停车阁附近点燃斗香后没多久 旁边两辆轿车就开始冒烟 接着烧起熊熊大火 大陆消防员特别做实验提醒 斗香因为没有明火 往往让人低估他的危险程度 现在温度已经是573 然后我们看到了下方 燃烧中的斗香只要碰到易燃物 就会瞬间引燃 是春节特别容易导致意外发生的物品之一 小心谨慎可以降低意外 湖南一位女子的粗心 让许多人都气坏了 回老家过年忘记关火 让锅子和锅铲在家里干烧整整七天 锅铲被烧到破洞 锅底焦黑 女子拍影片附上留言说 幸好没失火 结果被网友痛骂 有这种邻居实在恐怖又倒霉 TVBS新闻张志明 李明珍 综合不斗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